大家好,我是护兰 今天这个场合 你看今天这一场 贺君祥叫什么 女神收割机 夏尔轩,鲜肉收割机 赵四,会开收割机 这个气质 刚才我就坐那儿 我满脑子就一个想法 贺君祥好帅呀 真的好帅 刚才在后台有人说 贺君祥长残了 我说那我要去看一看 结果一看 这叫长残了 那我和赵四 那就叫没进化好 人家都长成这样了 我们这说话走路的 还不利索呢 贺君祥我真的还挺恨他的 就是上学的时候 我们这些丑小孩玩得挺好的 结果女生一看电视 发现原来还有这么帅气 又坏坏的男生 前一天女生看完贺君祥的电视剧 没空写作业 第二天来抄我的 抄完之后又觉得我不够坏 我生气 其实她也没啥演技 就那么几招 眼睛放电 要么就是嘴角一歪 女生口水都流穿了 你看赵四嘴角一歪 自己口水流穿了 我们跟赵四聊天 他总喜欢说 在气质这一块 你四哥卡得死死的 那也的确了 他之前出国下了飞机 被海关摁在那儿 问了三个多小时 他的气质被海关卡得死死的 海关就觉得 这个人的气质 不适合入关 入啥海关啊 回山海关吧 马苏 闲人马大姐 就喜欢管闲事 之前跑去骂 那个家暴男刘州城 跟他没啥关系 他就是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最后他出事了 人家用同样的话来骂他 你说他拔了半天刀 最后扎自己身上了 那个另外那事不也是吗 跟他没啥关系 他非要掺会儿 觉得自己是为了朋友 两肋插刀 最后整个事情结束 大家看看伤害那里的马苏 有鼠鼠鼠的身上的刀 还感慨 这马苏真是两面三刀 我太不容易了 他除了管闲事 还喜欢凑热呢 刚才说肖亚学员 像气质像谢大脚 我觉得马苏的气质 更像谢大脚 管闲事凑热呢 最关键的 还喜欢给人介绍对象 真没有 真没有 行 不说不说那个事 咱们不说那个事 说他喜欢凑热呢 之前有新闻 说他去追星 去机场 给XO去接机 实际情况是 他下了飞机 他看那边人挺多 挺好玩 就想去看一看 你还问他 说你这是看谁啊 他说我就是看热闹 人家粉丝在他喊 XO我爱你 我给你接机 马苏耶 喊机票 酒店火车票 在微信支付里面 订就对了 他喜欢逼着大家管 他叫马漂亮 你说你多亏是个女的 你要是个男的 还不得逼着大家管 你叫马大帅啊 荣祖儿 荣祖儿真正的实力派 就很不容易 他刚才刚出道的时候 因为长得不好看 被公司解约了 这怎么还长得违约了呢 最近不能提违约 笑狗文化最近很闹喜 不说不说不说 不说这事不说 他一路唱到天后 后来拍电影 2012年 他和胡哥 主演了一部电影 票房168万 那可是胡哥 你仔细想一想 如果是主角是胡哥 你还挺想看的 但主角是胡哥和荣祖儿 你就感觉 这电影是在骗钱 你要是不信息 买张票去看 你就会在电影院 零零散散看到几个 也都不那么大 聪明样子的人 在角落里面 你还会看到 一两对情侣 就觉得 好不容易找到 这么一个好的片 人少 小小轩 我说小小轩 有人说他过气了 总去小县城的楼盘里面 去开盘捞金 说搂啥 我个人觉得说 凭自己本事赚钱 无可厚非 就是那场合 真的不适合唱歌 他在台上唱 我在唱什么 下面有观众说 你唱什么 自己不知道吗 快点的 还等着杨浩呢 最近回归了大家的视线 就是他教什么 小男朋友这件事 人家网上一说男友多 都是什么细数 盘点 夏轩 他的前男友 在网上是有个表格的 里面列着什么 姓名 职业 年龄差 你从下网上看 小两岁的 小三岁的 小五岁的 小八岁的 小十三岁的 有人说他挤油 他这挤的是 费波纳切树裂啊 你们还算听懂了 我给建国 掌这个段子的时候 他的反应是 纳切 谁纳切 现在还敢纳切 说实话 我在网上 第一次看到 小小学男友的时候 我第一次反应就是 这小学生 咋想的 岁数差了这么多 后来看到 小小轩对他男友 那么好的时候 我就想对小小轩 说一句 阿姨 我也不想努力了 好快啊 开玩笑 开玩笑 对吧 其实我已经有阿姨了 对吧 胡说八道 胡说八道 什么阿姨不阿姨的 全得靠自己努力 对吧 就是这样 就是新的一年到了 就最后还是想祝大家 新的一年里面 大家都能找到自己的爱情 已经有爱情的呢 就别瞎找了 守护好自己的爱情 对吧 谢谢大家 我是霍兰 谢谢 好 好